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陈思佑 英文名叫Casif 这次我做的菜式叫做 流金粒会白豆腐 我做的菜式有个秘诀 就是用到一样很厉害的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呢 不是豉油 不是老抽 这东西是鱼露 因为鱼露配海鲜是很混合的 任何海鲜你只要加几粒鱼露 将鲜味加强 起码几倍以上 而加在虾里 你会更加有不同的层次 而第二件事 我就想讲讲虾的解构 一只虾最重要第一件事 切除是什么呢 是这一只 很多时候 就是一切下去 就已经损了 所以第一件事 记得先切掉它的角 切掉它的角 切了两个酥酥 不要妨礙我们 一般人的虾肠 就说是在尾第二节 第二节可以的 但是我有一个更加好的方法 如果你买新鲜虾的话 这个方法更加白发白种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虾头位 在皮上剪一剪 你会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就是沙浪 这个沙浪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 这个是虾的胃 所以有很多脏的东西 在里面 如果你一起吃完的话 就会影响到菜 所以这个东西只要一捏 好 马上剪一剪 如果你是在身鲜 它是圆粒的 会扯出来 然后真的慢慢 它会连起 这个就是虾肠 它会连起虾肠 一起 一起扯出来 成抽 那就可以拿出来 如果你再担心 那你就可以 我也是会在第二节 再开开它 检查一下 究竟有没有肠肠在里面 一只虾的解构就是这样 好 希望这两个小秘诀 能够帮到你们 你们煮到这一道好菜 老人家一定会喜欢 谢谢 Cath 你看到他的菜式 猜不猜到他做什么 我看到 但是看名字 我就猜不到会有虾 我也是 为什么有虾在里面 这个虾 是想 其实虾壳才是重点 因为我会等下 立即打个虾筒出来 是有个技巧的料理 我想是 用鲜来做这个主题 我煮这个菜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其实我本身 我自己的住西餐多 但是这次我想比错 我被突破自己 所以主中餐 而第二个原因 就是很多时候 老人家的菜菜 都是没什么色水 我觉得色香味 连色力都吸不住别人 的话 你别人怎么会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们牙齿 他们之前辈 喜欢吃咸蛋 咸鱼的 但是你整个这样吃 一定会超过 加上他们牙齿不好 那吃一吃 那他们也会做到 那些妹虾就算 那 除了牙齿之外 还有腿 那腿 那腿开始越来越衰退 那一般人 都是用微精 加强味道 或者好一点的 加盐 加醬油 但我想说 这个菜菜 我是没有加盐 没有加醬油 因为我想这个菜 是以鲜为主 好开心 做这个评审 这个色煮有型的明火KOL 我觉得 做这个评审 简直是一种口福 人家做评审 应该不要吃光 但我发现 参赛者的水准 实在太高了 我的数据就这样 就全部给了 刚刚试了这个 KASIF介绍的 牛甘粒 烏这个豆腐 很精彩 它说没有用任何调味 但你吃下去 它这个菜式 整个菜式 都很丰富 有不同的味道 就来自虾壳 它滚了一大轮 有一些海鲜 好像在喝一些 海鲜濃湯的味道 接着它很细心地 切了一些 咸蛋黄的粒粒 带出一些咸味 当然 有虾 刺了片 还有精髓 就是先喝了湯 然后再慢慢吃 这个很高分 又难倒我了 怎样给分好呢 是 有虾 是 有虾 有虾 是 有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